第五 挑战 第五 挑战 第五 挑战 欢迎来到江苏卫视 之马开门 有请四组挑战选手 大家好 这是我的好哥们Mike 大家好 是我的好哥们刘冠奇 重要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是 Challang Boys 今天我们在干嘛呢 请东西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中外集合 世代必得 嘿 Yeah yeah come on man Hello大家好 走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上海的刘振宇 Hello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丁美 我是一个有情有义 有故事的海派绅士 我是一个爱皮爱长 爱生活的百变女生 女神据我千百变 我带女神卢初恋 那么今天就看你的表现 加油 Hello大家好 他叫孙正新 他叫王虚 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是一名非典型学术男 他毕业于武汉大学 是一个运动达人 我们俩情同手足 我们十年同窗 我们是最佳开头 Hello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杜威 我是一名来自澳门的博士研究生 大家好 我叫马云云 我也是来自澳门的博士研究生 他是我的学弟 也是我的老公 这也是我的学姐 也是我的新婚妻子 我们的口号是 攀窗素材看今日 全流学子 战今时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 之马开门 本节目由十年专注自然护肤 法兰灵塔特约播出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 打开微信 摇一摇点击电视选项 摇一摇参与互动竞猜 赢取智能电视等分厚大力 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自作选手 欢迎各位 好 我们这个一次来认识一下 先从第一组 大家好 我叫刘冠奇 我是一名音韵老师 这是我的好哥们 运动健将 麦克 来上 大家好 我是麦克 我的麦克 是小麦的麦 巧克力的客 所以很多人就讲 叫我巧克力麦克 其实呢 我不是说 我们的对是最好 但是其实我们是最好的 对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 太好 我的体力特别好 对 他呢 你的什么特别好 体力 体力特别好 Yes 我的哥们是 黑龙江省 100米 200米的 记录保持者 100米200米的 记录保持者 对 没有别的就是快 跟麦克今天 主要负责体力上的 是 然后 要抢多少的礼品呢 所有的东西我要抢 全都哪 人称黑旋风 我来就抢吗 我来就抢吗 媳妇跟我说了 要再不抢东西 我就让你抢 还要说我要卡 我要 Micky 我要包 你已经结婚了 是 媳妇是 中国朋友啊 还是和你 是 中国朋友 什么地方的人 哈尔滨 哈尔滨 所以是说我是 东北爷们吗 如果能驾驭住 东北女生的男生 我感觉应该挺厉害的 我们驾驭不了的话 走 第一组 速度的一组 而且特别那个 明目张胆的请了外援 对 好 看接下来的表现了 好 来我们马上认识一下第二组 来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刘振宇 我来自上海 我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 我是一位室内设计讲师 也是位建筑设计师 珠宝设计师 同时我也是一个boss 我开了一个咖啡厅 一个珠宝店 然后呢 我是一个能闻能舞 上着平堂 下着厨房的 太太好男人 基本信息就是这样 这个 我刚刚都感觉 你可以夸着 我可以去喝杯茶了 同样呢 我也是个完美主义主 什么事情 都地球完美 所以我请来的partner 美宜小姐呢 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女神形象 女生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 大家好 哈喽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丁美艺 然后是一名在上海工作的金岛姑娘 然后现在呢 在上海开了一家服装店 并且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哦 那今天我上这个舞台呢 也是被我的正义搭的 然后 脸红带片片片上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自从我们认识以后 然后他就 脸红带片 然后请追故事 所以两位目前是 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的 哦 所以我今天会在这里展示一下我真正的事 好 认识完一二组之后来吧 第三组 好 主持人好 那咱们嘉宾们大家好 我叫王勋 那我毕业于非常美丽的櫻花城堡武汉大学 那我刚听到迈克说 他是体育健将是吧 我小学是跳高队 初中是排球队 高中大学是篮球队 虽然他的一百米二百米比我也许厉害 但是我手长脚长 咱们比的是耐力 咱们的比赛可不是在一十秒之间争出胜负 有 掐上了呗 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抢到所有的奖品 是吧 不只有速度 你们还有耐力 对 好 你的搭档呢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孙正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 是一名学生 我呢 那个主持人可以说是一个学霸 对 就是叔叔阿姨 自己就夸上了 学霸 是一个叔叔阿姨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说的就是我 最讨厌你们这种人 从小就是跟你们叛徒 其实 淳也姐 我其实特别烦他 怎么说 我很不想带他来参加节目 不过他有一个好处倒是真的 他的知识面特别广 答题上真的没问题 而所以说呢 就是因为 我也得给我们的三组嘉宾道个歉 对不起 也许大家今天白来了 奖品的话 让我们都拿回去了 哎呦 年轻人就是这样啊 容易口出谎言 抽身牛 我们今天来 已经确定了 一定是要来拿第一的 所以 大家 承让 承让 这还没开始呢 前三组的介绍了 还有一组 哈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杜威 刚才我听完前三组做了自我介绍之后 我大概的总结了一下 那第一组应该就是一位怕媳妇的国际友人 那第二组呢 应该是一位荷尔门旺盛的多金大叔 至于第三组 第三组我没记错的话 这位学霸应该是在读硕士 对吧 实力强劲 本正就是实力都很强了 但是哈 我们俩今天也不是吃素的 没错 因为呢 你们两个还得跟我们两个叫一声 学姐学长 因为我们两个是在澳门读的双博士 我们是澳门城市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然后我们还是夫妻党的博士 对啊 一个来不新鲜 咱们一个来过是吧 咱们这夫妻都是博士的 可能 可能我们的实力 还是可以跟你们比拼一下的 在这个场上 既然前三组都很实力强劲 所以你要低调一些 今天呢 不过我要跟主持人说 是由我来负责脑力担当 就是我来打击 这个事啊 我得解释一下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 我说了这么多 我想你少说话 打击是由我来负责 我得解释一下 这个我人送绰号小百度啊 但是我觉得今天 如果说我出手呢 对三组不是很公平 所以说哈 今天让我貌美如花的新婚妻子 让她来替我去打击 你还是没有懂得低调的含义 其实是这样 虽然我们两个呢 我怎么就低调不了了呢 你这话是真多啊 确实是 你媳妇都压制不住你这讲话 蓬勃而出的讲话的欲望 是吗 我平常都说她真的 只要她眼睛睁开的时候 嘴和眼睛是一样的 是一样避不上 你瞎说吧 这样打葫芦眼 这样就给你 假说话 今天啊 就是平时在台下 我都可以给你面子 今天在这个台上 我来掌控一些 三号的弟弟 你现在是硕士研究生在读 但是解决我在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并且解决我在博士阶段 已经创立了自己独立的女装品牌 其实哥哥姐 咱们都知道 芝麻开门是一个题目 非常广泛非常杂的东西 你们是学位高在上 我们佩服 但是有一点 我们俩 我的文艺方面的能力很强 她的学术方面的很强 所以我们的综合实力 绝对不会比你们弱 没错 你也说到是要凭综合实力 在这个场上 你们都不用吹了 不用吹了 吹什么呢 再一个五分钟再吹一会儿 是这样 今天的比赛呢 肯定不以这个学历论胜似的 对 不管是研究生 对 还是这个老师 还是社会人士 还是博士生 对吧 我们就以知识见真章 好吧 刚刚大家 四组 感觉像各路门派的英雄豪杰一样 所以马上 哪一组 可以拔得头筹 接下来就 咱们在答题上见功夫了 来 各位做好准备啊 我们马上进行今天第一轮的比拼 分环节共分两轮 第一轮 四组选手通过车轮战方式答题 答题获胜的一组将赢取60秒多保时间 第二轮 四组各拍一名队友同时抢奖品 基本累积最少的一组会淘汰 答题开始 金尊清酒斗十千 下一句是什么 玉盘真修值万钱 穷则独善其身 下一句 穷则独善其身 就是穷的时候关号自己 然后下一句是 打折接济天下 天长地久有实境的下一句 此恨绵绵无绝期 彭莱文章建安谷下一句 中间小谢又轻法 作为广州阳城标志的五阳石像是位于哪个公园 阳城月秀公园 中国哪个城市素有被火车拖来的城市之称 哈宾 正确答案是猪粥 答题继续 请听题 中国最大的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是哪一个经济特区 山东 河南 台湾 香港 澳门 海南 经济特区哪一个省级 对 沃顿商学院是位于美国的哪座城市 美国的费城 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中 哪一个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通讯社 这还不知道 这是叫路透社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被称为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三巨头 我们常用哪一个英文缩写指代它们 BAT 别名忘忧草的是哪一种可食用植物 忘忧草是指哪一种可食用植物 忘忧草 忘忧草 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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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四组出局 来 答题继续 请听听 半部论语至天下的典故 是指的历史上的哪一个人 赵普 清末提出 中学为题 西学为用 是哪一位 张之洞 孙国藩 由张绍涵演唱的《仪式的美好》 是哪部电视剧的片尾曲 海图湾的恋人 歌词红尘多可笑 痴情最无聊 出自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东方不败 风云在起 湘西哪个古镇被称为是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 后因同名电影而得名 芙蓉镇 天山山脉东段的最高峰蒙宇中 以为神山的是哪座峰 阿尔泰峰 天山山脉 还有知道的山峰的名字吗 答案是伯格达峰 恭喜第一座 够没够没 够够够 可以吧 可以 麦克林已经憋不住了 是吗 上台前 媳妇没交代你 这个 展现出身世的这个气场 她就是拿了一把刀 说了 你要 请问 我就告诉你 我警告一下 你在回家 不拿礼物 过来的话 别回来 所以 好恐怖 你跟搭档来 你就听你老婆的 那她咧 她白答了 刚刚那一轮 她 你不听她的吗 你不问问她 想要点什么呀 你不问我 你想要什么 你想 没事 她我要什么 她就要什么 对我们兄弟没事 对兄弟没事 分 刀在头上呢 行 好 那个 麦克加油了 飞起来啊 电动小马达 来吧 麦克做准备 来 现场倒计时 三二一 开始 来 来 加油 来 来 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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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你把那个东西放到那个床里 哈 那边有摄像机 拿点小东西进去 快 快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tell me 你要告诉她整个方向上 不要不要不要 那邊 對 那邊 加油 麥特快 把東西裝到車裡 把東西裝到車裡 麥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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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特沒 麥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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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Cy Cy Yeah Man I was waiting for you 我吃了一天 Mike I'm dead No, I'm dead 我死定了 对,就是肯定死定了 你自己知道你刚刚在下面干嘛吗? 我不知道,我就想把东西都敲手 我跟你说,你真的完成了我们的期待 他真的在下面一直跑啊 是不是? 不停地跑啊,就是不拿东西 很有国际 我想把东西都敲手 他是来健身的 对啊 我们这轮主要是放这些撒花 你知道吧,然后下一轮再敲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你们都拿到了什么 拿到的箭数是八箭 比如说多功能婴儿床啊 瞌睡的熊蚊偶啊 地球仪啊,儿童电动车啊 包括里面还有法兰琳卡的护肤礼盒 那么第一轮,你们一共获得的积分是 四千一百一十分 好 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的是共同抢奖品的环节 每个组都有机会了 是吧,所以来看看 各组啊,准备一下 商量一下谁出战 第一组告诉我 还他来,还他来 我还是来 对吧,还是应该麦克吧 好,来,第二组呢 美丽子负责 督赞 微笑 smile 抢东西 有我来 体力活 有我来 那今天我就要看你的实力了 你跑吧,我开启抢东西模式 好,来 第三组还是谁 我们组当然是派这个一步顶三步的王勋 对 手长胳膊长的王勋 对吗 对对 好,前三组,来第四组 这组 其实能看出来啊 刚才我一直在说让你少说话 保留点力气 一会有力气下去 没关系 没关系 别忘了你还欠我什么 所以我们家人太危险 欠什么呀 其实欠 欠什么呀 自己说 欠我美丽的新婚妻子 一个孩子 孩子是欠着的 欠了一个蜜月旅行 还好今天来到了芝麻开门 对,以前没有蜜月旅行 这是我刻意安排的 我就知道 早晚有一天早晚会登上这个舞台 我倒是你不要说这么多空话 一会把所有大脚抱回来 没问题,老爸 这个蜜月旅行啊 是在我们这个礼盒当中包含的 在礼盒当中 对,所以说呢 你一会儿就是要多抢礼盒 这个没问题 好,来,四组 请就位吧 选手做好准备 现场倒数 3,2,1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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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 好好 那你快點 那你地板包 地板包 快點 快點 我的地板 我都在那裡 你還會不會的東西 那邊地板包 那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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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快快快 快 快快 快 brand 很多人 还有婴儿车吧 那台沙滩车应该是卡在那了 所以呢 这台沙滩车呢 是不属于你们的 而且 这应该是你们这个 刚刚抢的礼品当中 样子最大的一件了 反正今天我尽力了 如果我和美宜被淘汰 代表我运气不好 没有代表我的能力不强 只能怪我输给了命运 第二组还是挺遗憾的 对吧 更遗憾的是第三组 身高必长的先去抓了一个 那个大的那个车 然后开始啊 好抢往里装东西 但然后最后出现了 什么样的失误 刚才现场 最后车倒了 其实我东西拿了真的不少 但是最后要退到 马上到门口的时候 车突然倒了 然后很多之前东西 被压在了车底下 对 然后最后时间已经不够 我只能套出几样来放进去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组的刚刚这一轮的表现 第一组刚刚在这一轮当中呢 强盗的剑数一共是16剑 16剑 5万分 挺好的 是吧 比刚刚上一轮的剑数翻倍了 对 这一轮的积分呢 一共是10560分 所以相加第一组 现在的总共积分是14670分 好 第一组过后呢 我们来看看第四组的分数 这一轮第四组 总积分是 总积分是 15360分 但是 到底有没有明月旅行呢 没有明月旅行 没有任何的旅游 没事没事 一会儿接着抢 总得抢那么样式了吗 是吧 第四组肯定是已经安全了 可以 恭喜一下第四组 给进入第二轮的比分 所以说按照现场的比分 马上要淘汰的组别 将会在第二组和第三组之间诞生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 抢到的剑数是 五件奖品 但是在这个五件奖品当中呢 有一个瑞士雪山双人游 那是我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组的分数是 7410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 刚刚第二组是五件奖品 所以第三组的奖品件数是六件 多了一件 那么第三组的积分 一共是多少呢 也是四位数 各十百分别是320 千位数留个悬念 你们只要大于等于7 789 就可以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好 第三组的积分千位数是 2320分 哇 没有 没有万位吗 没有万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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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特别遗憾 因为你知道刚刚一度 他们在场上的这个奖品件数 应该是最多的 对 一组选手 但是因为那个推车倒了 还是 挺遗憾的 对吗 想说点什么 黄勋 其实真的 真的是有点 虽然他一直说没关系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对付 选择搭档 这次真的是由于我的原因 就是很多的现场的情况 没有预估到 我本来一直觉得 我们会拿那个车 东西多装 推进去就这么简单 但没想到那个车 也就是现场最沉的东西 是 所以说我们选错了最开始的战略 所以两位第三组 我们就要作为第一组淘汰的选手 离开我们芝麻开门的舞台 非常荣幸能够认识大家 好好 谢谢大家 有第一棒棒的 加油加油 加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来参加 欢迎回来 江苏卫视芝麻开门 本节目由十年专注自然护肤 法兰林卡特约播出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打开微信摇一摇 点击电视选项 摇一摇参与互动竞猜 赢取智能电视的丰厚大力 好 刚刚第三组已经淘汰了 所以我们的现场剩下了 一二四组 你看现在 我们来看第二组吧 第二组现在和最高分之间 差了八千分 后面我会更加努力的 你下一轮的这个 马上要进行的这个环节当中 你必须要非常地抓紧 这个机会才可以 对 所以各位都清楚 我们马上呢 就一起进入第二环节的比拼 本环节共分三轮 前两轮答题获胜的选手 可选择不同难度的游戏 进行挑战 时间为150秒 游戏难度越大 对应奖品积分越高 第三轮 三组选手同时挑战 共同游戏 率先完成挑战的前两名 可获得固定分值得大奖 三轮结束后 累积积分最少的一组被淘汰 答题开始 糖水半合比起粉 蒸制而成的汉族传统甜点 叫什么名字 马蹄膏 蓝莓当中富含的哪一种色素 能够缓解眼睛的疲劳 改善视力 世界五大宝石当中 哪一种表面有一条细窄明亮的反光 并能够随着光线的强弱而变换 钻石 蓝宝石 一定是猫眼石 改编自同名漫画 由韩岩指导 白白河 吴燕祖 领衔主演的是哪一部影片 刚上映不久 答案是滚蛋吧 肿瘤君 对 前一阵子刚刚上映 所以很遗憾 第一组出局 答题继续 请听题 哪一部动画片 曾先后妻子获得奥斯卡的精神 包和老鼠 由赵丽颖主演的仙侠剧花仙古 是根据哪一位网络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 唱爱看这部剧哦 非爱是果果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生君本名叫什么 黄 黄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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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 反对宦官干政的官僚政治集团叫什么 东林岛 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在现在的什么盆地上 整个盆地 葫芦番盆地 中国海拔最高的咸水湖叫什么 一直很想去 那不错 战国四大名将之首《长平之战》重创了赵国主力的著名将是哪一位 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舅子 在林燕阁功臣当中位列第一的唐初宰相是谁 蒋孙无忌 电影《公民凯恩》当中凯恩临终前说的玫瑰花蕾究竟是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 不是借此表白好吗 玫瑰花蕾指的是什么 答案是划雪板 咱们恭喜黎四组 看来这一次命运之神站在了我们这边 大叔承让了 现在有几个不同分值的游戏供你选择 一万分一万两千分一万五千分和一万八千分 商量一下 这样吧 其实如果说从战术的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选择分低一点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里面有一款游戏我觉得特别适合我 就是旋转陀螺 旋风小子 旋风小子 对应的这个东西是汽车 两年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没跟各位说 其实我呢 原来是一名疯狂的轮滑爱好者 在我读本科的期间 然后玩平地花式 然后我是获得了辽宁省的第三名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我的角力是比较强劲的 所以说玩旋风小子这个游戏 应该是还是比较合适的 好来 那么第四组请准备吧 好来选手做好准备 现场倒计时 三二一开始 加油 老公加油 上去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稳一点稳一点 不够不够不够 稳一点 对非常好 你要注意安全 再往下压 往下压一点 对你的重心要往下 因为你要稳一点 你现在太快了 对 你停到气球上的时候 你就要停一下 对 拿你的重心去压抱它 好 非常好 再停一下 压 压 好 下一个 继续 好 还有三个老公 稳一点 不安全 看到气球的时候 你要停 往下压 对 拿你的重心压抱 好 这边还有两个 你要尽量的让它用旋转的力量来把气球压破 对 对 到了 满上 芝麻开门广告号更精彩 这边还有两个 你要尽量的让它用旋转的力量来把气球压破 对 对 到了 满上 停 好 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继续继续 满摆 下去 飞车 好好好 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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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啊 把车推到我们四号门 加油 加油 老公加油 你最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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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满线了 好 马上 推进满线 推进满线 成功 加油 加油 稳一点 别忘了我的盒子 命运就交给你了老公 我都不能激光之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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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你刚才答应我的 所有的旅游带娘 盒子 刘江全在盒子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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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时间哦 关了 时间要到了 时间 塞进鞋 不管 丢进鞋 丢进白线 好 培进白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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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恭喜一下第四组 太棒了有没有了 好 好 不仅完成了15000分的游戏 而且全是礼盒 我老公就记住 记住我的 你也在讲了 除了完成了15000分的积分游戏之外 你刚刚强到的礼品的键数是十键 赞 实际里要是再没有蜜月 那这是命运之神的左右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实际奖品当中有一个奖品室 那它不是一个旅游 不是 但是呢 它是澳门豪华烫房一晚 哈哈 好了 澳门这个地方新鲜店呀 我们都待了五年了 所以这一轮的第四组获得的积分呢 本轮是18360分 棒棒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第四组总共的积分是33720分 哇 33720分 本本的 牛皮不是吹的 是靠实力来验证的 你看看场上现在这个局面 五位数的只有两组 一个一开头 人家都蹲三去了 我们现在是7000多分 距离他们3万多分 有27000多分的差距 但是和他们现在大概有7000多分的差距 所以呢 我们的劣势是很明显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唯一的机会呢 就是第一个 下一轮答题环节中 我们必须要争取到答对 下去做游戏节目 你们真是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下一轮的答题环节当中 争取到这个机会 唯一的版回程的机会呢 海派大叔啊 出师不利可以 但不可以一直码失前提 是吧 来 三座做好准备 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的答题环节 答题开始 请听题 现实主义的剧作 《白鹿园》的作者是谁 陈忠实 由当代作家萧鼎创作的被新浪网 誉为是后金融武侠圣经的 是哪一部小说 宿信 他人及地狱出自于哪一个外国作家的话剧作品 是 萨特蒙 乌兰巴托是哪一个国家的首都 蒙古 哪一个国家被称为是玉米的故乡 并有仙人掌的国度之美 墨西哥 哪一个加勒比岛国国土呢 形似鳄鱼 并以雪茄浙堂而闻名 加勒比岛国 雪茄 巴西吗 巴 古巴 波多黎各斯之邦属于哪一个时区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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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区 在光合作用的光息周中 起核心作用的是哪种色素 液晶素 液绿 液绿素 对 俗称是塑料网常用于不粘锅的表面涂层的是哪一种化学物质 塑料网 PVC吗 不粘锅的表面涂层 铁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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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女子与玉达夫结婚 并被誉为是杭州第一美人 第一组 英国时期 哪一位女子与玉达夫结婚 并誉为杭州一男女 答案是王映霞 答案是王映霞 答案恭喜第二组 恭喜大叔 你们下的积分的是7410分 剩下几个游戏 不同分值的游戏 一万 一万两千 一万八千 选择星星相应 星星相应 一万分 我是比较有把握 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 然后留出比较长的时间去抢东西 还有机会 不冲击更高的分值吗 对 自己能拿得准 以球稳 过关 对 看最后一摸的时候 放大招 来 海派大叔请就位 七星相应要开始了 来 全场倒数 三 二 一 开始 快点 小鲜姐 快快快快 小鲜小鲜快 快点快点 你先放他 好一个 还挺准的 小心点 快快快 速度速度速度 速度 快速度 速度 如果不是的话 快速度 快速度 快点 快速度 那就不是了 不是 再换一换 快点快点 实际实际 加油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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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一块了 快 时间又到了 加油 就这一块肯定能中 加油 我推出去 很好推出去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了 出了沒有時間 出了快推去 出了還有拿東西 出了哪 deuxième 往裡推啊 正在那邊 快一點 拿urar 怎麼放大的呢 你那麼快點 OK 我们赶不上了好吗 我们有实在的前面的空调 你想要的是什么 快一点不要上了 快一点 谢谢 先恭喜第二组 成功完成了星星相应 所以获得了一万元的积分 谢谢 美艺怎么样刚刚她的表现 还满意吗 还算满意 她已经尽力了 她真的尽力了 然后她的手都破了 然后出了好多的血 对 她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看到她的努力了 是吗 安慰很多 就这样的表现 还不能打动你吗 虽然说她非常优秀 但是在生活中 她是一个花花公子 哦 并且藏过上百次恋爱 等等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她恋爱就像买衣服一样 上百次恋爱 有句老话总说 她见过的女人 比我们吃过的眼都多吗 是这个意思吗 好 OK 跟我解释一下 我认为 每一个女性 都是一座学校 她们都是校长 有的是小学校长 有的是中学校长 有的是大学校长 以我的实战经验 我属于博士后毕业 但是呢 她在与女神们的交往中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做人 做事 媳妇 扫地 绑标 赚钱 听话 懂法律 和爱心 等等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女神们 给我机会 左撞 成党 听出来没有 她才是现场实力最高的 可是大叔 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旁边那个女神的想法 大叔是女人大学毕业的 难怪旁边那位女神会不答应 其实 听完这个话我都不能忍受 我就不能接受 女人大学 女人大学是什么 什么大学 女人大学就是像大叔一样 越人武术 谈过几百场恋爱 我感觉啊 越女人武术 我真的感觉她刚才就是 非常非常聪明 她说了 我学会了 保镖 什么什么的 没有人说话 这是真会说话 这个哥们 对 你不能这么说 这是借口吗 麦格我跟你说 这个叫什么 上海男人的智慧 哦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轮 强盗的尖数一共是五件 那么 加上 一万分的这个 基础游戏分 本轮的积分是 一万两千七百七十分 总共的积分是两万零一百八十分 马上三组将共同面对到的是共同游戏的环节 三组商量一下谁来应战 玩这个游戏的话 应该肌肉应该比较强壮一点 他只是吃牛肉 他不知道 还可以 还可以取牛 所以呢 这个我还是来玩 对 所以第一组 最后决定是麦克来玩这游戏 对 那第二组呢 当然 当然 我 作为男人 轻伤不下火线 我 绝对是No.1 我会和你 很公正的 第一吧 其实你们这两组呢 只要能够赢过对方 就可以保住 这个 接下来 进入终极挑战的这个名额 所以又是你们 双方之间的一场较量 好 所以第四组 相对 我们组的话 我看了一下积分 应该是 即使我们拿最后一名 应该是 没有问题 让你起分组吧 没事 让你起分先 好 我是这样想的 主持人 就是因为 刚才呢 就是我老公通过前几轮的游戏 确实就是很努力很去拼 然后体力 基本上消耗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一轮 就是由我来出战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 你来玩封 因为我是女生 娇小的女生 就是我赢了 那是命运卷果 我输了也不丢人吧 因为那边都是壮汉嘛 好 真的漂亮 不错 那么 请三组选手 各自准备 加油 牛仔很忙 马上开始了 全场倒计时 三二一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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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加油 老爸稍微重心往下一点 老爸 掌握一下 前面不要太多的事 重心往下一点 太多体力 把体力保存到最后 好慌 重心 重心往下一点 重心往下一点 老爸 你是最棒的 老爸重心往下一点 老爸重心往下一点 你这样会摔下去的 别让他甩你 你这样会摔下去的 老爸别让他甩你 你这样会摔下去的 重心往下 对 跟着找到他的那个节奏 没有办法 找我中心 好 好 你这样会摔下去 掌握紧锁 把握好技巧 你把握好技巧 他们已经不行了 老爸加油 我真是厉害 坚持住 别让他往后甩你 对 尽量往前一点 好 找我好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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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中心很重要 好 好 前一二 别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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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让我先上去 我那两个练子 看一下 我认识 你练花园 我认识 要那么多重心 找我好鞋子 好 什么 鬼 真是 是 有 你 不 搞 什么 快 我又说的 我说的 没关系吧 这个胜步非常明显了 恭喜第二组获得第一名 获得2万元的奖品积分 现在是40,180分 然后第一组 第二名一万分 加上之后是两万四千六百七十分 第四组 虽然说没有积分 但是他们的分数还是稳居在了第二 三万三千七百二十分 问问Mike的感觉好不好 Mike怎么样 我就是很不开心 我感觉很失望 因为我 刚才其实 这个女友们 我看过 但是没有玩过 我刚才不累 这个东西像我说的 有的时候也需要技术 刚开始我手里面特别出汗 所以很滑 但是挺好 她表现很不错 是不是觉得对手真的蛮厉害的 对 表现很好 对 有点时尚不弱的感觉 在骑牛这个节目中 我能赢呢 其实对我来说是没难度的 因为我很喜欢骑马 你喜欢骑马 经常骑马 然后呢 从三岁 我就练自由波及和散打 所以呢 我的体能是很OK的 很OK 我这个能力已经不奇怪 真不奇怪 我就特想问Mike 这个回家这个 性命可保啊 我现在不得算回家 我先要 要讲一个地方 往后先去歇一会儿 差不多一个月 往后呢 再找好办法 找好借口 往后再回去 我跟你说 教你个好办法 怪他 怪他是不是 请 怪他就行了 好的 那我知道了 那我回去 然后在这程度是他 我来这里啥都没干 他哪怕一个简单的问题 都不能回答 大概是错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你看 这患难啊 患难是 不是 但是错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 他们先那个 他们没答对 第二次是他 然后给他们机会反差我们 是不是 所以我要去说 谢谢 这样呢 第一组 由于这个积分上的落后 所以就要在这环节 和我们的终极挑战 市值交臂 就要离开我们的舞台了 还有什么话 要对对方说的吗 其实还是很开心 来到这个舞台 然后 呃 展示我们自己 虽然感觉今天 有些遗憾吧 但是人生都是这样 我们已经尽力了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做一次 好吧 好 算买买不算 交情 对 再次谢谢第一组的参与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加油 谢谢主任 欢迎回到江苏卫视 芝麻开门 第二组 第四组 已经可以正式进入 我们的终极对决了 在进入终极对决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 本场两组 将为多少总积分而战 本场总积分 十万零八百九十 好 错 芝麻开门 迎来史上第一次 女性终于撑起了整片天 我是听代大学市 季晓兰的后人 大学四年拿了四年的国家奖学 所以周时会 谈谈谈谷争 夏雅维棋 爱好而已了 我是拿奖学金 拿到手软的 应用物理 专业第一个身份去拿的 我的速度很快 天天去真身份 我可以拿很重的东西 八个女人的头台较亮 究竟谁能像到最后 精彩精彩 1月12日晚 芝麻开门 敬请期待 法兰尼卡提醒您 芝麻开门 马上回来 这个积分只属于一个人 到底是这个命运垂青的呢 还是这对双博士呢 大叔 这个上楼门价钱 来说说话吧 上一轮 我已经让了一手了 那这一轮 小弟我 一定会拼进去 而且我相信 狭路相逢勇者胜 勇者相逢智者胜 我们今天来到芝麻开门 就是要做门神 好 来 第二组 首先呢 上一轮里面 我真的毫无保留 该法会真的是尽全力的 但是呢 同样我也很尊重我的对手 他们的相亲相爱 互相合作的精神 让我羡慕嫉妒恨 当然既然来这里是一个竞技场 一切就是靠实力 放马 好 来 可以 接下来就请第二组和第四组做好准备 马上进入终极对决 两组选手站立在十米空中龙门架上 几分落后一组 肩倾斜二十度角 选手轮流打几 打错 则龙门架倾斜十度角 直至其中一组选手 全都支撑不住 掉落空中 另一组选手即胜出 获得所有奖品 好 我们现在先请分数较低的第四组 龙门架向下倾斜 好 两组做好准备 终极对决 答题开始 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哪个城市 无和好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是哪个城市 宁川 哪一种传说中的怪兽 以贪吃文明 甚至到了能把自己的身体吃掉的程度 职兄 贪吃蛇 职兄 蛇 蛇 哪一种传说中的瑞兽只吃不屑 有张才尽宝的语 职兄 电视剧《何以生肖默》当中 男主角赵默生是由谁饰演的 张汉良 电视剧《山山来了》中的男主角 风腾是由谁饰演的 张汉 罪卧煞场君莫笑 下一句是什么 古来征战 几人回 独尾任如斯 下一句 盘石无转一 窦寇年华指的是十七八岁的女子吗 对 茂蝶之年指的是八九十岁的年龄吗 不对 揭露水门世界震惊世界的报纸是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油报 纽约时报 被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的中国报纸是申报还是大公报 中国古类中医牙是一位著名的医生还是厨师 厨师 顽裤子弟的顽裤指的是细针座的上衣还是裤子 上衣 远东委员会的总部是位于莫斯科还是华盛顿 莫斯科 世界军事产权组织的总部设立在了日内瓦还是费城 日内瓦 曹植是建安妻子之一吗 我是 西康是竹林七贤之一吗 是 反客为主是三十六计之一吗 不对 抛砖引玉是三十六计之一吗 说说不说了 是了 下去吧 海南鸡饭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的国菜 马来西亚 曾连续五年获得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国家是挪威 说不说了 是挪威 六月局的花语是别离还是孤奥 孤奥 江南的花语是隐约之美还是无聊 隐约之美 小明弹狼的美男子是潘安还是未借 潘安 空穴来风最早是出四宋玉还是潘安 宋玉 获得NBA抢断王次数最多的球员是克里斯宝罗还是埃伦埃福森 埃伦埃福森 获得NBA得分王次数最多的球员是威尔特 朱古人还是迈克尔乔丹 越独带跑的点步出自中还是韩菲兹 小明弹 加油 阿菲兹 聘机思成指的是公鸡打鸣还是母鸡打鸣 母鸡打鸣 美剧新闻编辑室当中虚构的有线新闻网是ACM还是CNN CNN 杰瑞米·雷娜在《复求者联合2》当中饰演的超级英雄是鹰眼还是幻视 是鹰眼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内战吗 对 不对 对 唯一一次共和国是被拿破仑所灭吗 是 健身自行车属于全身性的健身器械吗 对 重锤拉力器是属于局部性的健身器械吗 下了吧下了吧 终于 好 下的我来 下了吧 下了吧下了吧 不是 好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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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下了吧 真的太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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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下死 是非假的 鼓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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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坚持到了现在 对对对 好来吧 我们恭喜第四组 太棒 大叔超棒 大叔超棒 真的是 真的是 是不是超棒 超棒 超棒 大叔是湖面是吧 好 来吧 莫恭喜一次组吧 来吧 所有的这个 假实力的弥品 都是你们的 老公 你做了 哇 真的做到了 芝麻开门 广告号 更新突破 芝麻开门 精彩继续 如果呢 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享受答题的乐趣 你也想想点快乐 那就赶紧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吧 最后呢 我们要感谢法兰林卡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百度百合网 微信摇摇 新浪微博 恰之同一时间 拜拜 拜拜 拜拜